韓國瑜之前不是簽證的意思講嗎 說這個組織朝野協商 他認為說比這個苦瓜還要苦 現在的憲法訴訟法修法的現在的版本 目前是進入到所謂的協商期 冷凍期一個月 所以接下來在院會表決 很有可能的時間點就是到12月底嘛 柯建民總召民進黨團提議說 12月31號再來表決的話 會變成什麼下場 如果在12月31號以前 憲法訴訟法的修法過了冷凍期一個月 提前的表決三讀通過了之後 接下來民進黨就有見縫插針 跟大做文章的機會了 12月31號 國民黨就不得不 好不好 不得不含淚 同意這些大法官人士的任用跟任命 你民進黨還能說 我國民黨在癱瘓憲法法庭嗎 這個立法院的這個紀念酒 很漂亮 那這個紀念酒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個紀念酒是量產的 但是呢 按照網例按照慣例 這個每一個委員在每一年 都會只能配額30箱 那一箱裡面呢 是有6瓶 那是屬於額度專供購買 很多人都會想要拿到這個 韓院長的紀念酒 那當然了 前陣子大家也在問說 這一瓶大概多少錢 大概是2000多塊錢 但是今天比較有趣的事情是 我們的這個韓院長 竟然還提了一個 在這個紀念酒裡面藏了一個 所謂的 我自己看來是勸誓詩啊 那這個勸誓詩是什麼內容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 來 我放大一點 一局高粱献禮 那他這個上面的這個內容 給大家看一下 來 這個他寫說 近天地 通生梅花風古 智人和 玲瓏剔透本初心 這個純韻流芳濟聲明 舉一杯國泰民安 新一盞萬事太平 他整瓶的紀念酒 其實喔 他其實是透過這個 我們台灣的這個 中華民國的國花梅花 來做串聯 然後呢 把這樣的這個梅花的 相關的精神放進去 但我覺得呢 他要傳達的意思是 希望 每一個身為中央名義代表的 每一個立法委員 都秉持著這個梅花高潔的風古 希望天地人和的兩者之間 在此連結 更意味著立法院作為 國家的民意殿堂 時時不望向 自然天地與廣大民意 施法致敬的意涵 所以呢 就是簡單講啊 我們的這個韓國瑜 是希望大家喔 竟然當了這個國會議員喔 立法委員喔 麻煩大家還是要有一些這個 個人的風古啦 風古是很重要的 不要忘記了自己從政的初心 所以我想說韓國瑜院長 現在確實在這個立法院 擔任立法院長之後 然後我很明顯看到 他的這個人的轉變 跟他這個十幾 這個八年前看到的韓國瑜 好像已經是不太一樣了 那再來是啦 從今天的黨團協商也很有趣嘛 從一開始的這個 關於喔 政黨比例發言的人數喔 都成為了這個 這個差一點喔 協商走不下去的一個點 我也覺得蠻好笑的 然後大家開始在那邊算數學 你知道嗎 那再來是包含連 好不好 到底要12月24號 是大法官的表決日 還是12月31號 是大法官的表決日 也是吵得不可開招 那甚至還有包含是 啊因為我們知道嘛 這個立法院喔 接下來喔 因為中央走預算的時程 確實有稍微的delay 有稍微的延遲 所以當然啊 每個北八 這八個委員會喔 當然每一個都要開始審 各部會的相關的預算嘛 相關部會的預算嘛 但除此之外呢 就因為這件事情 讓這個民眾 民眾黨跟國民黨就認為說 欸 奇怪了 立法院竟然 院會是2跟5 那接下來因為前陣子 還有一個考試院的人士要審議嘛 所以院會一定會被 考試院的人士給耽擱了嘛 那相關的一些法案 包含我們的 像我們剛剛之前講嘛 這個選霸法的修法的版本 新的這個修法版本 還有這個憲法訴訟法 以及相關的其他法案 都還是需要在立法院的院會 好不好 院會很重要 要表決啊 因為這全部都是所謂的 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就是到院會 全部人按表決器表決 如果一旦通過了 就是刪讀過了法律 那行政院就看要不要認 行政院如果不認 又再去提示線 就這麼簡單 那現在有這麼多這些法案 需要可能要 因為都 這個協商都不會有共識啊 這種東西啦 民進黨絕對反對嘛 那這些案子這麼多 就要送到這個院會做表決 但是你知道嗎 這時間非常的緊迫 簡單來講就是你到12月31號 如果你不言會的話 不言會的情況 你要到12月31號 你剩下如果你2525這樣算 各位算一下 你2525 禮拜二一場院會 禮拜五一場院會 請問一下 如果你25院會這樣算 你到12月31號 你剩幾次 剩幾天 剩沒幾天嘛 那原本民進黨喔 很聰明喔 民進黨又在這個地方喔 做一些文章 結果沒想到 不小心又被我給識破 好簡單講 原本喔這個 我們的民進黨 其實講得很美好 這個又掉了 來 我說如果這個民進黨原本講得很美好嘛 說因為這個預算案喔 因為之前中央總預算這件事情 因為貪割了 所以現在每一個委員會 都要進行相關的預算的審議 也知道喔 朝野之間的政黨喔 都要嚴審預算 所以時間絕對會耽擱 所以我們希望喔 接下來喔 不如就這樣子啦 關於這個大法官人士審議這件事情喔 全部都放在院會 來做處理就好了 各位 如果你真的相信民進黨所說的話 你們就大錯特錯了 我就跟各位講嘛 接下來有很多的案子 是需要到院會來表決 但如果大法官的東西全部都在院會表決的情況底下 請問問各位 還有時間處理其他的案子嗎 你懂我意思嗎 就沒有嘛 這是第一個謊言被拆穿 再第二個事情是 原本喔 最後已經是有A版 好 所謂的這個 這個大法官人士審議 到底要以 要全部都是這個全院委員會來進行 還是要院會來進行 結果沒想到呢 雙方僵持不下嘛 所以我們的韓國又準備了另外一個法 這個方式跟這個案 這個備案 第三C案 他的C案推出的版本就是說呢 不然就是有一部分是院會 好 院會來表決 其他是開全院委員會 好 那這樣是沒什麼問題 原本都沒有問題喔 結果呢 就因為12月24號 這件事情 好 出現了問題 來 各位 大法官人士的這個名單的這個審議 新任大法官人名單的審議 我問各位 是民進黨比較急 還是國民黨比較急 各位 各位覺得說 現在這個我們這個新任大法官 新民大法官喔 在立法院審議的這些名單喔 是民進黨比較急 還是國民黨比較急 照理來講 應該是民進黨比較急對吧 對啊 不然他們想說 我們現在你們在貪官憲法法庭啊 你們在貪官怎麼樣 對不對 一定是民進黨比較急嘛 那 國民黨跟韓國瑜跟民眾黨的原本呢 就想說12月24號就表決 就12月24號 就來進行大法官人士審議的最後表決 Final表決 表決人士嘛 表決通過你就當大法官 就這麼簡單 結果沒想到呢 欸 我們的這個科建民總召厲害了 他硬是提12月31號 他說為什麼不是12月31號 12月31號是禮拜二 12月24號是禮拜 上個禮拜二 他變成就是說呢 他希望把時間12月31號往 這個大法官的人士審議表決這個時程 拖到12月31號 他其實是有問題跟貓膩存在的 我跟大家講為什麼 來喔 憲法訴訟法的修法 民進黨講什麼 民進黨講說 是在癱瘓憲法法庭 因為現在 如果以現在 他要成 他要把所謂的限定總額 變成法定總額15人 以現在目前大法官 只剩8位 所以接下來 憲法法庭基本上要開 是完全沒辦法開的嘛 所以民進黨有機會可以講說 你們人士不審議的話 你們就在癱瘓憲法庭 是吧 但是問題來了喔 我覺得剛剛前面跟大家講了 現在的憲法訴訟法修法的現在的版本 目前是進入到所謂的協商期 冷凍期一個月 所以接下來在院會表決 很有可能的時間點就是到12月底嘛 對吧 就是12月底嘛 那如果說 如果說 來喔 我12月31號就像柯建民總召民進黨團 提議說12月31號再來表決的話 會變成什麼下場 如果在12月31號以前 憲法訴訟法的修法過了冷凍期一個月 提前的表決三讀通過了之後 接下來 接下來民進黨就有見縫插聲跟大作文章的機會了 也就是那個時候12月31號 國民黨就不得不 好不好 不得不含淚 同意這些大法官人士的任用跟任命 這樣聽得懂的意思嗎 所以如果是照民進黨跟柯建民總統 今天協商的是不斷的堅持說 31號再來表決 大家想說奇怪 這問題在哪裡 問題都在這邊嘛 就是以前以後的問題嘛 但國民黨沒有中這個計嘛 我就讓你 對啊 我24號嘛 我12月24號 我們先表決 先來這個表決通過 新任大法官的人士同意權 先表決通過 那我這憲法訴訟法再押到12月31號 我再來表決 請問一下你民進黨還能說 我國民黨在癱瘓憲法法庭嗎 對吧 因為你是7名大法官 你一通過之後 加上現任的8個還沒有卸任的 總共是15名啊 那請問一下還有所謂的不足額的問題嗎 還有所謂的國民黨在卡 這個大法官的問題嗎 沒有啊 就沒有人在卡的問題嘛 所以民進黨拜託 不要再騙人了 好不好 不要再騙人了 OK 對啦 這個大法官任命喔 在野立委就拖 看民進黨怎麼玩視線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啦 這個1970週你不是這樣講啦 現在就是說啦 憲法訴訟法 還有這個選霸法 還有這個相關的這個法案 還有很多的是需要 吹道者保護法 這些東西都還要等到 這個下個月 好不好 下個月就你會看到 在立法院不斷的上演表決大戰 好就是這樣子 簡單來講啦 現在喔 我覺得韓國瑜在這個過程當中 扮演了一個角色 不然這一次這個最後 他才是說12月24號 這個大法官的這個人士 要進行表決 這樣已經最後也是簽字同意了 但是我們看到今天 在韓國瑜喔 在立法院喔 說真的喔 因為這個12月24號也好 或者是怎麼樣也好 我最好是也很好笑 搞到最後都已經有定論 都已經確定 但我們的韓國瑜 看到我們這個民眾黨的總召 黃國昌看到這個民進黨的總召 好柯建民 兩個人還在那邊互罵 讓我們的這個韓國瑜 好不好 痛罵了一下 來看一下 好謝謝 謝謝兩位總召大家 兩位總召謝謝 主席 謝謝兩位總召 兩位總召加起來已經130歲了 拜託閉嘴謝謝 主席在主持會議 謝謝柯總召 謝謝黃總召 謝謝 好我們現在由台灣民眾黨黨團 建勤 如果早一點 好 來啦 這一次我就說啦 韓國瑜之前不是前陣的意思講嗎 說喔這個喔 主持草野協商喔 他認為說喔 比這個苦瓜還要苦 確實苦嘛 因為韓國瑜要站在喔 這個兩大 這個三大黨 三黨團的之間喔 不斷的 這個一來一往的 這個 這個 過招喔 所以他 顯得他必須要扮演這個潤滑劑 你知道嗎 還要去 動點腦子去想 你看喔 就講剛剛講的 最後如果韓國瑜被 如果最後如果因為今天你看喔 韓國瑜被民進黨 柯建民或者民進黨團 給騙了 12月24號的話 我跟你講 國民黨跟民眾黨 絕對會被民進黨 給狠狠的反擊修理一頓 對不對 他會講說喔 你們現在喔 你們怎樣怎樣怎樣 你們憲法訴訟法修法 就是在貪官憲法法庭等等 這種東西喔 我跟你講韓國瑜也識破了啦 所以我說韓國瑜不是笨蛋 韓國瑜很聰明 大家不要把他當白癡 好不好 民進黨真的是夠 所以我就講啊 今天喔 倒是還沒有什麼人講到這一part 還是要這樣講 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為什麼今天柯建民會突然動怒 的最大主因是 我就再講一次 如果7名大法官的人士 在12月24號就通過的話 那憲法訴訟法的修法 民進黨就不能再說 這個是參謙憲法法庭 但是如果一旦通過後 就是15名大法官了 簡單來講嘛 我如果說現在15名大法官都到齊了 那國民黨的通過 就沒有所謂的 國民黨癱瘓憲法庭的問題 但是如果時間軸顛倒過來 如果是國民黨的憲法訴訟法修法 這個版本三讀先通過 那不好意思 民進黨就有 見縫插針 跟指使國民黨說 你看如果國民黨最後 不讓一些大法官的人士同意 是通過的 是覺得資格不服的 他們會開始講說 你看 國民黨就在那邊亂 國民黨就在毀線亂政 國民黨就在貪官下法庭 所以這時間的這個差 是有差別的 姐妹們總煩惱臉上細紋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西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富路全校精華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即刻啟動靈